下面来讲一下 现在是用这种新式的墨盒 上面有一个透明的盖子 新的干净的墨盒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芯片 下面喷头被保护起来了 然后我们来先灌黑颜色 黑颜色呢 我们建议首次灌墨的时候呢 管6毫升 这个刻度到5毫升 差不多你把它抽到最后面 差不多就6毫升 然后从这个孔 这个增盒是可以插到里面去的 不要不要插很深啊 不要把这个喷头都顶住 然后我们轻轻的往里面推 不要插到7毫升 嗯 嗯 可以往下甩一下 让水 水下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 抽墨夹 抽墨夹 然后有两个 吸墨嘴 这个凹槽大一点的 是黑颜色墨盒 把这个吸墨嘴 把它这样放 放完以后 把这个撕掉 把它卡进去 注意尽量往里面扛 喷头的一条草草下 然后用这个 插到这个 孔里面 往下凑 我看到上面往下滴墨水了 就已经抽到墨了 然后把这个取下来 看到这个吸墨嘴里面也有墨水 说明我们抽墨是正常的 然后用一张卫生纸 这个下面压一下 插一下 压一下 如果看到一长条 黑颜色的墨水 印到这个纸上 我们灌墨就是成功的 灌这个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灌太多的墨水 从上面都漫出来 到处都是流的 都是墨水 因为这个 这个墨盒的这个 后面有一块芯片 这个芯片里面呢 有夹层 这个墨水如果流到这个夹层里面了 你也擦不干净 然后上到打印机上呢 就可能会损坏这个墨盒 黑色墨水就换好了 那么你如果使用一段时间 你可以每一次加个5毫升 6毫升 注意就是不要让这个墨水 拌出来 每次只是少量的添加就行了 下面讲一下那个彩色 是一样的 彩色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色序 记住 就是 横着的一个 竖着的两个 横着的这一个 就是 红颜色 横着这个是红颜色 这个里面呢 就每一个颜色呢 做3毫升 3到4毫升 就可以了 也不要灌太多 好 上上去 跟刚才一样 这个 针筒是可以 插到里面去一点 然后往里面推 不要推很快 慢慢的推 再来 黄颜色 也是3到4毫升 一样的 插进去一点 好 这一样的 有点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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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剩3到4盒子 好 关好以后呢 还在像刚才一样甩一下 让墨嘴尽量的留到下面去 然后彩色墨盒 他用的吸墨嘴 就是那个小一号的 吸墨盒小一号的套上去 撕掉这个芯片保护膜 然后尽量的抗理 插去 然后找一个针头 在下面 所以不要插很深啊 插很深碰到喷头了 把喷头碰坏了 然后往下抽 看到上面有墨水滴下来 这个因为是3种颜色 怕有一种颜色呢 可能早一点留出来 有一种颜色晚一点留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 你就稍微多抽一点点 比抽黑色的墨盒多抽一点点 大概抽一毫升出来 然后把它拔掉 然后用这个再来让自己 再压一下 我们压一下换个地方 压一下换个地方 你会看到逐渐的 它会逐渐蓝色红色黄色 会看到明隔 还会看到明隔